12月27日,李小萌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运气的记录照 用照片留下了他怀二胎时的外貌变化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李小萌身材纤细苗条 小腹平坦,随着月份增长 他的运度几乎每一次都会比上次拍照的时候大一倍 但四肢和脸部依旧纤细,几乎整个运气都没有长出坠肉 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不过即便如此,李小萌怀二胎的时候 体重还是增长了整整34斤 毕竟运度实在太大,几乎像个打满气的球一般 让人不得不感慨,妈妈们真的都好辛苦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大赞李小萌很美 王雷最幸福的就是找了他当老婆 李小萌和老公王雷一样是演员 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2001年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配的提名 参演过《我的泪珠儿》、《大育女》、《离婚前规则》等热门影视作品 他和王雷恋爱长跑七年,在2013年宣布结婚 2017年,李小萌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今年12月9日生下小儿子 产前他们夫妻俩在采访中都曾表示希望二胎是个女儿 可惜未能凑成一个好字 不过李小萌夫妇对这个小生命依旧十分疼爱 36岁的李小萌选择了顺产 七斤多的孩子生了整整三个多小时 过程十分痛苦 但当他看到孩子健康的时候 只觉得心满意足 母爱爆棚 得益于运气就有注意身材 李小萌现在刚生完半个月 身材已经变苗条了很多 希望他能好好恢复 早日复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